是他的脑子里边的那些传统的观念带来的 还是他们没有基本的善恶和是非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糟糕野蛮邪恶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在这里边发生的这些罪恶 尤其像徐州之拿铁链的拴女人这个事情 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罪恶 它绝不是某一个问题 说哎呀这个政治制度不好 你告诉我整个这个地方都已经 人人都去欢迎人贩子 那这样的地方你告诉我 你觉得能给他们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能够管用啊 你给他们他们完得了吗 他们能够坚持下去吗 他们会利用这个政治制度 然后接着去是吧 民主选举选一票人贩子去帮他们贩卖老婆的 这才是我们对这种 我们但凡对这种政治制度 有一个起码的认识就是政治制度它依赖的是什么 依赖的是道德传统法治民情 没有这些东西 我们扯那些东西 你扯过我们动不动 我扯制度之恶 用一句北京话说 你压着脑子了吗 所以我们今天 听完我读的这个报告文学的这里边的内容 你就应该想到 对于如此罪恶滔天的地方 你能怎么办 我觉得我是没有任何能够有一个什么有效的办法 通常对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任何一个社会 如果让它走入到文明状态下 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一定要翻转他们人的观念 一定要让他们去习得一种道德习俗 但是这个地方的人已经邪恶到如此地步 那么除了天火与硫磺 那到底还有什么是解决办法呢 我们讲这个一个良善的社会 或者说一个不太坏的社会 它仰赖的三个价值原点 那就是叫秩序公义 秩序正义和自由 没有秩序就不存在正义的问题 没有正义就不要谈自由 有了这三个价值的原点 一个社会才可能会产生一个并不太坏的政治制度 那么在没有了秩序 没有了起码的上帝所赋予的那些基于道德的这些秩序的地方 这些地方是没有正义可言的 这些地方的人还能叫人吗 我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